郭文貴議員 之前喔!我其實在臉書已經說明得非常清楚 那我就不厭其煩的再跟大家重新說明一次 這樣照片,你們如果有興趣的話,會通提供給你們 因為我用文字描述,可能寫一百個字,錄一張照片 現在就是有機具在裡面清運,裡面的裝潢 我要跟大家講,整棟房子拆掉是一個很大的工程 我歷經了將近快要半年的行政程序 每一關我都按照法律的規定,一步一步的跟新北市政府申請 在2月26號拿到了拆除計畫許可核准的通知 3月1號,3月1號其實他們就進場了 所以如果有人認為說,現在開始偷偷 我老實講他已經Lag,他已經Lag太久了 他自己可都存在的資訊上面的落差 我想每一個委員他都有提案的自由 那台灣民眾黨向來的立場 向來的立場就是保障人權,標準一致 保障人權,標準一致 那在符合這個價值下面所推動的修法 細節大家都可以討論 不過被民主進步黨這樣子的提案 我自己老實講我剛聽你這樣說,我是充滿了困惑 現在還沒有修法嘛 去年,陸委會的主委邱泰山不就講了嗎? 說陸會如果要當立委的話 他必須要跑回去中國放棄中國國籍嗎? 那如果邱泰山去年講的是對的 那現在在修什麼法呢? 所以現在黃捷是在打臉邱泰山 說邱泰山去年講的是錯的嗎? 我想民進黨自己喔,把自己的立場先統一一下 要不然會搞得整個社會都很混亂 台灣的法律喔,不應該讓我們的執政黨 掃握權力的人 配合自己的需要 在不同的時間脈絡下 說出不一樣的話 我們台灣民眾黨講的叫做 我們希望能夠尊重所有國民的參政權 那在不在一起投票在沒有形成國內共識之前 現在比較有共識的是所謂的移轉投票 就是提早投票 比如說選務人員 或者是有特殊狀況可以去申請登記 那其實這行使上面 昨天中選會的主委也講了 目前的行使並沒有困難 所以移轉投票是第一個可以優先處理 第二個不在一起投票 現在公民投票也在實施 正在演議中 那這件事情其實還是回到一點 台灣是數位大國 台灣民眾黨希望的是 我們應該把數位身份認證先做好 做好確認之後 包括我昨天所提出的 如果我們的自然人憑證 是可以提供政府來認定 民眾是自願自己來申辦相關的公共服務的話 沒有道理我們對於身份認證是沒有能力的 如果我們對身份認證有能力 那不管是不是境外 而是我們怎麼樣保障公民的參政權 所以不用把每一個要討論這些事情 都把它變成標籤化 或者是說要給它加上所謂抗中保台的問題 不要把不在一起投票當成一個洪水猛獸 而是我們應該要如何進入一個數位轉型 台灣應該是很有自信的去面對我們人民的選擇